啊 好乖啊 他一听平常是比较凶的那种 对他唱rap像两个人 他一唱旋律就变得特别乖 对 这是他第一次没有一句rap 纯旋律 好酷哦 哎好听的 哈哈先说你的关键词 迪娜是小溪 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又细腻 然后呢又有这种流动感 就很舒服 好 杀一听是河流 哦 很清澈 然后余燕良是大海 随便让小溪和河流怎么玩 大海最后都会把他们的水 拉回来 让大家知道这首歌叫牡丹江 谢谢 听完这首歌我的关键词是 带 带 走 只要你们唱的地方 不管是牡丹江还是马兰山 你们都可以带我走 我愿意跟你们去 什么 想着喝两杯马兰山 啊 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 音乐应该是还给音乐的 我觉得是纯粹的 我很幸运地能看到 这个节目里面有我喜欢的人 然后和他成为了好朋友 比如说我旁边的Matt 然后还有我很喜欢的文兆杰 然后匆匆不是我的朋友 匆匆是我的家人 你可真会啊 好 第一轮的四组表演全部结束 我们可以投票了 四是一个极力的数字 所以祝大家发 发财 别忘了投票 菜池一直给我一种很纯真的感觉 是不同于以往 我看到他比较炸的演出 这是一个非常难唱的歌 但是他们选用了一种非常童谣式的方式 去演绎非常打动 时间到 很遗憾听听迪娜和吕炎良 目前这一组排在第四 这一组将会有一位选手要直接离线 直播办决赛 我们现在请听听吕炎良和迪娜 先入座到现场待定区 祝贺 祝贺排在第一位的是谭聪聪 妙杀邓典 他们可以获得两张通关券 祝贺 李大奔文照杰和土人儿 他们可以获得一张通关券 这要交给我们现场所有的小玩家了 决定权在你们手中 我们马上要进行这十二位选手的 个人喜爱度的心跳之投送 三分钟倒计时 开始 现在我们的投送通道已经开启了 喜欢他就把他送进总决赛 希望到总决赛和霓虹花园一起表演 我的目标是带到最后 让大家知道我的独特 我想走到决赛 把我想唱的歌唱完 上演 我的目标是成为六边戏 不想离开 我希望我可以挑战到底 想要继续往下走 展现更完全体的我 我只想做好音乐 让更多人知道上一天也 时间到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排名第一的 排名第一的 我是如此相信这一组 谭聪聪 妙杀和邓典 他们到底是谁 能够获得两张通关券 其中一张 请看大屏幕 恭喜聪哥 恭喜莎姐 排名更靠前的是 聪聪和妙杀 恭喜两位获得了总决赛通关券 现在下一个等你了 下一个等你 等你啊 请两位登上通关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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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 排名第二的小组 到底谁可以获得这唯一的一张通关券 请揭晓 好 聪贺礼老板 343个新调值 获得了总决赛的通关券 恭喜奔哥 请登上通关席 恭喜奔哥 要唱一声守候了 唱爱琴了 下面 要唱爱琴了 爱琴三人组 下面我们要请排名第四的听听 吕燕良和丁娜 前往中心舞台 我们来揭晓最后的结果 那么我们要揭晓的是 他们三位其中排名最末 个人心跳值的派青年 他到底是谁呢 结果马上揭晓 我不要看 我不要看 请看大屏幕 很遗憾我们迪娜 目前未月小组的末位 将要止步办决赛 即将从派世界离线 在派世界离线 在派世界离线 可以挑战不同的风格 其实我已经做到 所以我没有遗憾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已经很骄傲了 就是很满意 所以就 就挺好的我觉得 我们掌声给丁娜 我们掌声给丁娜 现在我们请丁娜走向派世界的大门 零娜加油 8 1 2 2 2 1 3 4 3 来到派世界之后 认识了很多朋友们 给我带来的能量 在舞台上 我从小白接手 一次又一次地度过自己 把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表达 留在舞台上 为自己教 舞台上 加油 感兴了 感觉大家走来都很不容易 听听和MAT 请你们回到现场待定区